我身后是西双版纳郊区的曼丢古寨 整座古寨四周全是山 下面还有水塘 一山半水 环境很好 特别安静 曼丢古寨是由南少数民族歹族的一个冲寨 这个寨子人口只有400多人 里面有古树 古井 还有古寺 曼丢古寨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现在到村庄里面逛一下 看看歹族 古风格的建筑 整座寨子特别的幽静 房子沿着山市而建 葱庄的外面有三个水塘 连接在一起 还有荷花 曼丢在待遇中的意思是皇家遗仗队 重放物品的地方 鸟语滑乡的这地方 古井 古树 寨新 古寺 海族过去住的都是一些祖物 他们下边都是真空的都住在二楼 因为山里面可能有一些童子 我住在二楼一楼基本上都是养一些家畜的 这个树上是木瓜 这是我第一次见木瓜长在树上 还有 这是波罗蜜 好像突然想不起名字了 带族建筑 主要受气候 海拔还有地形 建筑材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双版纳的带族民居 主要是以 江南市的建筑为主 它的特件主要是 厚重结实 这边雨比较多 所以 房屋 看起来特别陡 屋檐 这瓦是平的 没有弧线 这就是竹屋 外面围了一圈木头 竹炉的作用有冬暖夏凉 防潮防水防震的特点 各房屋高处地面几米 竹炉为四方形 楼内四面都可以通风 冬暖夏凉的 他们在竹炉的周边 种上自己喜欢的凤尾竹 芒果 香蕉等 感觉挺有识情画意的 从这边可以上到二楼 因为可能气候比较潮湿 他们建这个楼 主要是以 防潮为主 四面都可以通风 一楼饲养一些家禽家畜 放一些杂物 二楼上面有客厅那些 公鸡住的挺高的 在路上搭了一个窝 穿起来了 脚上有绳子 叫一声 这些都是大黄果 大芒果还是大黄果 这个是芒果树 这个是芒果树 好谢谢 真没见过 那边 说这边还有个古树在哪里 好 谢谢 古井一直要往前走是吧 好 谢谢 整个葱庄里面 花花草草很多 从这边上去 有古树和古寺 好多多肉 这边的气候适合种植这些 这比北方种植出来的要好看的多 比较自然 只要放在门口就行了 哎呀 到明具里面看一下 您好 能进去看一下吗 好 谢谢 你们全部住在二层是吧 木板房 主屋 全是木板 从这边上去之后 有一个平台 和客清差不多 里面是住人的房屋 他们洗漱都在二楼的平台上 房屋的坡度特别大 主要是排水 这边雨水比较多 山后沿着台际上去 是歹族 崇在的聪明 祭祀 寨神的地方 步道的两边 分别有一些灯塔 里面可以 点一些蜡烛 一些 一直可以到山上 边上是歹族的龙岭 龙树是歹族心中的树神 里面最老的树 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半山腰还有住户 曼丢古寺 里面的建筑 要比民居稍微大一点 但是形质差不多 上去 这就是古寺了 万丢古寺 里面还有一些壁画 看一下墙上的壁画 这都是一些迎宾图 段少有点粗糙了 这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绘画风格吧 他们都提着大象 王公贵族 一层二层 看三层屋顶 他们把这个叫做诸葛亮帽 是精密的建筑 越像诸葛亮的帽子 房屋的屋檐很低了 我感觉我进去都可以碰头了 进去要拖鞋 我就不进去了 整个大殿全是镂空的 在外面看感觉有几层 是不是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大殿 它是整个建筑风格就是这种 按在高处看一下 整座村寨就是沿着山市 一直到山下 我感觉 这次来永南挺好的 当地人都挺热情的 这个是椰子 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去一些 被街的小巷里面 看一看 青芒 都是芒果 这种小路里面 人少 这是带族的服饰 这个就是曼丢千年古井 看这个水井上面 这个建筑也很精致 好多雕刻 好多雕刻 这是当地的葱石馆 带大家看一下 带族的早逝 当地的火龙果干 芒果干 还有各种水果 工艺品 这些都是小米 香蕉 燕窝果 释迦果 当地的一些军类 当地的一些军类 游南的军类还是比较多的 野生的木 松茸 各种军类 这是自制的一些 带家 腊肉 牛筋 牛肉干 太多了 好多是卖水果的 一盘 芒果干 20 都是明码标价的 这个是10块钱 小袋 凤梨 椰子干 啥都有 百香果干 10块 还没点吃吧 待会儿 一个菠萝5块 羊粉10块 物价不高 还可以 各种油炸的南瓜饼 红薯饼 土豆饼 炭烤的 鸡腿 一个多钱 鸡翅10元 鸡翅10元 鸡腿也10块 烧烤 也没啥吃的 这有烧烤 我不想吃 鱼片 这是挖了一碗 是 鱿鱼 什么都有 看哪 要吃什么都有 那是新鲜的 送啥 竹笋 竹笋 大体的特色 很好吃的 5块钱一个 拿个5块钱尝一下得了 尝个鲜 煮筒饭 西双白纳的 都是烤的吗 这里面是啥 糯米花香 没有 糯米是吧 糯米饭 那好吃不 好吃的 很嫩的 鲜嫩的鲜 鲜子是吧 烤的鲜子 来一个 怎么吃 五块钱的竹筒饭 再烤一个竹笋 辣一点 辣一点 特辣特辣 这个一个五块钱 还不好开 用竹子直接把糯米灌里面烤熟 吃的时候用刀给它劈开 这娃是第一次吃这个烤竹笋 你们吃过吗 炭火烤的 食物回家一会儿 这里面包的是菜 里面是代价的香料 是吧 里面是有菜的 这个竹笋里面包着当地的一些菜 还是拿着手里吃吧 这样看起来比较原始 这个烤竹笋里面 是有当地的辣椒和葱呢 配上当地的香料 和咱们那边的口味不一样 哇 这个里面的辣椒挺辣的 这吃的吗 还是关上的 吃的吗 吃的 快六块 这种水果吃过吗 五块钱六个 竹笋十五块钱 感觉挺少的 但是吃起来的量太大了 想一下烤了一下 它虽然是湿的 也收缩 吃撑了 好了各位 今天还到了西双版纳的 曼秋古寨 整个寨子特别有特色 逛古镇 吃当地的特色小吃 都挺好的 距离西双版纳 只有七公里不远 咱们下个视频讲 拜拜各位